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们说 下列哪一项不能作为 怀疑数率的单位 这个怀疑数率的话 就是说你怀疑时间越长的话 它怀疑数越慢 所以的话呢 这个怀疑数率的单位 它一定什么呢 一定是某一个东西 处理什么呢 处理这个时间 时间通常是秒 比如说这个 克啦 每一秒 比如说这个是 怀疑物 它 它每秒的消失的克数 或者是说 产物 它每秒产生的克数 等等 或者是公升 这个东西都可以任何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公升 那也就是每秒 它产生多少公升的 这个产物 或是每秒的消失多少 公升的这个 或者是每秒的哀疑数率等等 只要这个秒 在什么呢 分母的都可以当成 当成是怀疑数率的单位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A选项 A选项的话呢 它是说 毫升 毫升 毫升啊 每秒 这个可以啊 比如说 每秒产生呢 多少毫升的酒 每秒产生多少毫升的这个酒精 等等 这个可以啊 A选项 B的话呢 就是说 毫升 这个分钟 这也是可以啊 如果是残入的话 每秒 每分钟产生多少毫升的这个残入 等等 这可以 这我们看呢 C选项 C选项 它说功课 功课啦 每秒 这当然是可以啊 再我们看呢 D选项 D选项的话呢 它是说 功课 啊这个什么呢 每个地方功课 这个又不行啊 这个分母 它一定要是时间的单位 这个不行 所以答案应该要选D